原警攔下這輛新車要價四百萬元的進口 雙門跑車一打開車窗就飄散酒氣 原警立即請妙齡的女駕駛下車進行酒車 經過酒精測試儘管只有超標一點點 但違規屬實第一時間要將跑車一致保管 台中市第六分局針對暑假期間擴大零檢勤務 包含大型KTV夜店周邊也會進行強力掃檔 就怕少年學子在放暑假過程誤入歧途 包含飲酒鬧事或是身陷毒品的危害 警方提醒不罰集團千萬不要心存僥倖 除此之外 同時也會加強酒駕鄰檢 避免再發生酒後肇事 釀成無辜人員傷亡的憾事